好,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讲首页的设计 主要是说一些上节课没有说完的 把首页的一些要素全部给它拽进来 那完了之后呢,把五个部分 也就是那个状态栏的工具栏的导航啊 还有班啊,还有那个新闻列表那些部分呢 把它细化了 那这个课程呢,可能会有点长 那有一些比较重复的步骤的话 我可能会跳过去 那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PS 这个呢,是我们上节课 所布局好的一个整个页面的大概结构 点Ctrl,我们先选这个状态栏 那像这个状态栏呢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素材啦 有很多像这种状态栏的素材 我们就没有必要的去图手再去画栏 那我现在就把状态栏这个啊 简单的先拽进来 这就显示出来,好,确定 我刚才是选到了这个图层了 所以拽过来的话,它刚好在这个图层上面 这个技巧大家也要稍微记一下 拽中全选拽中,好,再让它相对于这个状态栏的整个背景呢 那接下来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元素啊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些所有的元素 给它通通拽进来 在拽进来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上捷克的一个原型图 大概看一下,你才心里有数 当然这个圆形图是伴随着我们在做整个UI的一个过程 前后啊,一直都要去参考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圆形图就是整个UI的一个骨架嘛 你没办法离开它去做,做UI的 好,那我们现在是从上而下 把这些所有的要素啊,全部都先把它给拽进来 把这些包括这些图片啊,包括这些文字拽进来 这样的话,整个界面看起来就会比较完整一些 当然有一些人他的习惯也是 一个个做,把这块做完整,再做这块再做这块 这样从上而下做下来,这种也是可以的 那没有太多思路的时候的话 这种方法其实还蛮有效的 因为看到这个完整呢,我就知道 下面应该怎么做了 那我今天主张呢,还是说 我们在全局都还是蛮清晰 蛮了解,已经思考过的情况下来 来做这个界面的 所以呢,先把这些都拽进来的话 效率会高不少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些全部给完整了 好,点到这个图层 好 有什么原因 好,下面 我现在把它的尺寸调一下 30个像素 Ctrl T Ctrl T 600 太大了 好 这边有个图标 是吧 有个菜单图标 其实这个图标的话 应该在我们没有任何素材的情况下 应该是要去画的 但如果说你有觉得特别合适的 你就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那我这里是 假设我已经设计好了 嗯 所以我现在直接拽过来用 拉过来 在攻击栏这个图层里面 好 选择 那么也 垂直 集中一下 啊 刚才这个也要 相对于这个底层啊 要垂直 集中一下 啊 那位置的话 我们已经把这个边缘的位置给停下来了 那这个肯定是 无够后费的 一定是 靠近他的 啊 啊 中间呢 还有一个 标题 那么简单一点 抓一层出来 好 螺丝头条 为了效率更高 我已经把这些文档啊 都已经打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考 这个作为标题肯定要稍微大一点了 Ctrl A 选择 聚中 Ctrl D 去消掉 也要让它相对于这个底层能够垂直聚中 好 这是大概内容了 那这里呢 还有导航 点到这个导航这边来 这里文字也准备好了 这样效率会高一点 好 好 假设它是30个像素 先把它定好 垂直聚中 好 水平聚中 刚才垂直聚中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到Banner了 好 把我们准备好这张图啊 给它拽进来 剪切蒙版 让它始终不要离开这个 Ctrl 加Alt 局 不要离开这个位置 不要离开这个 我们铺底的这个布局的位置 好 那接下来就是 把这些新闻列表啊 这些给做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新闻列表 我们先再看看圆形图 因为这个这块比较复杂一些 好 其实它也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一个是没有图片的一个标题 是置顶的标题 一个是有图片时候的一个一个列表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的状态 时间的分隔层 那大概一个分为一二三四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组啊 给它做好了之后 直接Copy一份下来文字改一下 其实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会比较琐碎一些 很多都是打字啊 还有一些是画图层啊 那我可能就简单的忽略过去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把这些主要的元素 给拉进来之后的一个大概的面貌了 所以呢看起来还是蛮完整的 这看来看起来完整呢 其实做起来的话 心里会比较有叛逃一些 所以呢会感觉这个 界面的离我们要的那个最终结果 会越来越近了 那剩下的就是怎么样 把这些细节都给完善一下 这个背景呢 什么颜色 这个背景什么颜色 这个字的大小是多少 这个背景什么颜色 这些啊 当前的当前按钮 就当前的按钮的大小是多少 跟这些有什么区别 包括到这里呢 有一个标题 这个轮险的标题 包括这边轮险的标题 需要出现三个图标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先把最上面的 我认为还是蛮重要的 以及能够起到 关键作用的一些地方 先把它标出来 我们这个是从上上结合 我们就大概的定了 我们要用红色的 红色的 我为什么红色选这个 选这个色 而不选其他的色呢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厌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些 毕竟它是一个应用类的一个APP 所以呢不能用太太过艳的一些颜色 好那白色选出来 那其实 一般对于城市的切换按钮的话 旁边都有一个一个箭头 一个标志 这样显得的话 大家就更容易辨别它 这里面是可以点的 还可以展开去选择的 所以这个原型呢 我们以前看的这个原型图 就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完整 是不是 包括到这边 其实还要有四个图标 像这些有些缺陷的一些东西 他们没有做出来 产品经理他们没有做出来 那作为UI设计师 你在你设计的过程当中 就要把它补充出来了 其实这样补出来 那你的细节也会更细腻一些 因为你看的不舒服 是不是 好 这颜色先把它定出来 那这个颜色 为什么是这个红色呢 而不是其他红色 当然它也 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 更多的还是 根据这个 我们设计师的一个个人的感觉 可能有些人 他还会设计 也会做好几种颜色 最后让他们去选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当然最后用什么颜色 其实也不是UI设计师说的能定的 有很多个人 比如说产品经理 产品总监 甚至到老板 他们都要去 那个衡量去拿捏的 那如果你是还 很 很没有数 心里很没有数的话 就是我没有做过 我心里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样的颜色才适合呢 那我还是建议你 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 所参考的 说白一点 说好听的 就是说 灵感触发两个产品 网易 还有新闻头条 他们那个红色拿出来看一下 觉得那个红色是挺好看的 而且还蛮舒适的 不会太伤眼 那你就参考他们的颜色 来做 这样的话就比较保险了 好那具体的这个细节 这个颜色 我们也改一下 用白色 是吧 感觉就出来了 很用感觉了 好 这个的高度 我要把它定出来 好 按5 50%不够 70% 这里调也可以 好 来 又进了一步了 是吧 这个颜色 挑出来 哎 又进了一步了 这个颜色 总之的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那既然已经做到这样子的已经大概东西都有了的情况下了哈 我建议还是一样的走回以前的路子 每一个模块 就是每一个图层组啊 都把它细化 细化到你觉得比较完美的时候了 再往下做 再往下做 再从上往下做 这样的话 可能你的成就感会更有一些 会更多一点 做起来的话 也会更有干净一些 而且呢 觉得那个你的作品呢 会慢慢的慢慢的完整的 感觉你最终的目标会越来越近 这种成就感有了 那其实做出来的人的兴奋点就是起来的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 可能不至于是这种感觉 好那这些细节的优化部分的话 我就暂时呢 就先忽略掉了 好那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先说到这边